一年纷纷一百五十几 现在我跟瑞泽呢 就用到很多的观念 这观念呢 就是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头 那头的部分呢 最主要我要讲标本跟位器 那事实上最重要是 一直涂一直涂 老天也很帮忙 昨天来个 小我八岁 小我八岁的一个太太阿嬷 她很精明难干 那她是 她是在 第一次疫苗的时候 打了以后 她的左后脑 就是 她是右 左后脑的这个乳突骨 她本来就有一块 有点轻度的骨子增生 就变得比较严重骨子增生 然后就去看 大约看以后 约跟那个医生 已经看过很多次 跟以前一样 要割不割 要手术就随便她 她还是不手术 那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她在打疫苗之前的时候 她发觉她 背部有那个 有带状抛着的感觉 那她马上去看医生 然后 育成一天两天 就没有发出来 好 这两件事情 所以她的精明难干个事 第三次疫苗打完以后 她背部痛 背部痛是在 T3到T5 就是肺心肝 就是肺心这一段 T3、T4、T5 那她这个呢 在诊断的时候 我已经跟她讲了说 我很客气 因为我都说 我看她那么龟毛 我就说 你的脉 你的穴道 呈现是 大概有 70岁 但是你的脸 表情 你的动作看起来50岁 所以加起来是60岁 但事实上她是68岁 就是7岁 那她听了 当然也有高兴 但事实上她心里有忐忑 我说 你是颈部头部的自律神经 就是不交感 各位不交感 还有交感神经 这是自己的系统系统 有问题 然后舌头伸出来 正常 舌底正常 但是小 不厚 她伸不过舌头 我说 你这个眼脑也有状况 所以你这个心肺功能 应该是蛮有问题的 她表情就是她没事 我说 她是晚上六七点睡觉 早上四五点前打太极拳 所以打了很多年 天天打 也因为这样 所以她在2003年的时候 她这一块骨头 长出来的时候 去看医生 医生 也就是说 就是外科医生这样看 就是这样看而已 但是 她这一次 背痛的时候 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说 你的心脏 早就有心脏衰竭的现象 所以你能活到现在不容易 那这就是说 我刚刚讲 她有在打拳 有在早睡 所以她OK 那我讲她也听进去了 她说 这是我的心肺 因为别人 这么大的医院的专科医生 每次医生姐也看过她 那就说她这些心 那我就说 你给我100天 乖乖的听我的 那她的好朋友 是这种老病人 很乖的在吃药 我说你的好朋友 老病人 一天吃五包药 扎针跟你一样 药也跟你类似 你只吃四包 那也怪怪 她非常相信 但我希望她能够取来 那这就是说 我告诉各位就说 她这个乳扑狗呢 就是我们在讲说 这乳扑狗这个部分呢 这里面呢 有气动 它跟中耳腔是通的 就像我是失恶 而且平衡感不好 我的内氧鱼路也不好 我的脑子均衡不好 所以基本上 我是不灵力 我的劳作音乐 什么都很差 从小学到高中都一样 所以 我是很拼命努力 在调整学习 所以这情形 就是告诉各位说 在义轮飞温来讲 有这样的情形 可以了解说 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个穴道 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 会把一些集 讲得清楚一点 那今天这一集 就讲到这里